在这里说起厨房 因为整个回军过程 就由我们鼓子鼓在坐车 在厨房这里 现在大家都 基本上每条线来起来 现在目前是沾坊 还有一个茶坡的 凉菜的 这个小地我们都吃起了 每条线 然后包括我们米产 我一直在米南工作地区 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对这里的饮食可能是稍微比较了解 包括这就是说我们冯师傅 我们哪个师傅也是一样 我们慢慢进入这个状态 把我们获得这一家店 我们要怎么去做好 接下来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 可能是在厨房里面的 所有的工作 或可能是由我们冯师傅 还有一个我们的沐海姬 请站起来一下 冯师傅大家都不要出去 请你们都比较小运气 谢谢好 好 欢迎 然后就是还有我们每个部门的阿头 标普 这个是小哥老大 好 我们叫小哥老大 然后我们的是米产菜人 呃 师傅 好我 那个黑皮 那我就 我都会派得去一个人介绍了 啊 但是厨房当中 还是以我们的公司 和莫斯福事为主 因为我们前期仇备 啊 我们都是有时间不定 都会有可能会比较早下班 有 有时候可能会推迟下班 但是我们仇备啊 我们现在即将开业之前 我们是很辛苦的我们的部门 我们所谓说有时候会加班 因为我们大家来自胡胡思海 大家都在这里磨合 我们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更加要团结一点 太多吧 我都不说了 现在的时间 就要有红师傅 跟大家继续讲解一些菜牌 特别是我们打合的 打合我们那个小胖 你要多点跟红师傅去交通 多点跟红师傅去交通 配合好 把工作做好 把菜品做好 然后呢 就把这些菜盘里面的菜 全部都给大家全收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做得开心 也学多点东西 好 现在培训开始了 今天讲到菜牌的腌包吃部分 已经到了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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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